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 我是有志于将来要像邵先生一样去办报道的 当今中国我认为是一个思想汇集的大时代 要办好报做一名及格的新闻记者 最重要的素质便是博学 古今中外的历史 文学 宗教 哲学 天文 地理 甚至于各国各地的风土人情 如果都能融会贯通都能无所不想 哪怕是做到略知一二 这样你才能捕捉到有用的新闻 写出好的文章 我之所以从广东南海来北大求学 便是想依靠这所最高的学府 获取古今中外所有的知识 将来效仿邵先生做一个优秀的报名 为中国的报业尽一份力 我觉得他说得不对啊 陈俊达同学 你刚才说得很好啊 但是呢有一点我不敢苟通 那就是你刚才说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 首先要上大学 甚至得上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 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 你是这个意思吗 钟夏同学 这不正是如此吗 现如今咱们中国 是不是充斥了太多烂于充数的小报记者 这恰恰是我国报业的悲哀 好啊 那么其他的同学 对于陈会员这个观点 有什么想法 我去看他 这位同学 请你发应 先生好 我 我不赞同这位同学的观点 至少他的观点不够全面 我认为当今时代 要做好一名新闻记者 知识 博学固然重要 但并不是唯一的 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基本要素 而且啊 这知识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学校的教育 社会也是个大学嘛 所以我认为 要做一名出色的记者 比知识更重要的 就是人的思想 立场 还有职业操守 好 请你说得具体一点 我觉得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 不能人云亦云 要对自己获取的信息 分析 论证 趣伪存真 有表吉利 做出自己的判断与结论 大人 这里面立场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只有站在大众的立场上 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 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 我们的文章 才有助于这个社会的进步 当然了 要想做名记者 首先要严格地遵守职业操守 遵循新闻的客观性 真实性 努力地坚持真理 坚持实事求是 自觉地拒绝利益的诱惑和污染 我们现在身处乱世 操守 品行才至关重要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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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会员 你对这位同学的发言 有什么看法 我很想听听你的辩论 尊敬的邵先生 诸位 我只想提醒各位一句 这位同学 并不是我们研究会的正式会员 他仅仅是我们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 难道大家就 算了 对于他的观点 我无法 并且不愿意去评论 你怎么成熟呢 这么说太过去了 这么说太过去了 怎么 难道你以为 你一个北大的学生 就比一个图书馆的助理员高贵吗 就是 王侯将相另有种乎 这句话的道理你应该清楚 可是我看你既不是王侯 也不是将相 你怎么就知道 毛泽东同学就不是我们的会员呢 你我看 毛泽东对新文学的认知 不比你这个北大哲学们的学生差 我想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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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就是二十八华生 毛泽东啊 先生 是的 杨昌记先生 向我推荐你很多次了 我还看过你的文章 体育之研究 对吧 我很受气吧 小子彤 我很高兴 我们新闻研究会 有你这样的会员 我欢迎你到情报 经常来做做 咱们俩交流交流 坐 好 您开始下一个课行 文智啊 来来来 你看 这儿就是我们的编辑室 邵先生好 好 邵先生好 好 很简陋啊 不要见怪 你那不要拘束 随便一点 文智 在想什么呢 铁尖腊手 铁尖单道义 腊手助文章 先生 我从这个辣字啊 可以看到您对真理的执着 和对信仰的坚守 好 您说得很好 这四个字 就是我的新闻观 同时我认为 作为记者 就应该有这样的操守 好 谈不上 我今天啊 不是跟你谈什么操守的 只想跟你交流一下思想 你跟我来 随便坐 我啊 给你准备了上好的茶叶 咱们今天呢 一边品茶 一边交心 好吗 文智 之前你说 一个记者 应该有他的立场和思想 这特别重要 我深以为人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最近有看什么书吗 有没有自己信奉的思想 先生 我平时在长沙 很少能看到什么新的书籍 所以只要我能找到的 我全都看 至于信奉什么样的新思想 还谈不上 不过相对而言 在这个阶段 我对无政府主义 印象更深刻一些 无政府主义 我之前也对它很有好感 尤其是克勒帕金的护助论 但是过去一年 我对社会主义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任志 你知不知道 在去年俄国发生了革命 我听说过 这次到北京 我常听守长先生 和众主先生提议 后来又到图书馆查了资料 但是都是零零碎碎的 还没有形成什么具体的体系 守长先生 我知道 他正在研究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我也是受了他的影响 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 对 这些资料 是关于马克思主义 和俄国革命的 你看一下 我很受启发 坐 坐 我呢 会找一段时间 把这些啊 都重新梳理一遍 出两本书 一本叫 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 另外一本呢 叫 新俄国之研究 我相信 只要这两本书出了 一定会给中国的思想界 带来一股新的空气 你 文哲 这个世界在飞速的发展 我们搞新闻空做的 不能之后 我们一定要紧紧地跟上 这个时代的步伐 先生 我以后可以经常过来 向您讨教吗 文哲 但是 惊爆的大门 永远向您散开 多年后 毛泽东对美国记者 艾德加斯诺说 邵飘平对我帮助很大 她是新闻学会的讲师 一个自由主义者 一个具有热情理想 和优良品质的人